仙舟天人与无量寿终,便利诸骨。 五阴望云,遮蔽星月。 无名千产,神度无影。 纵有三尺锋芒在手,却不能断服心魔。 国家,以剑为心,展却自我。 不只一人,剑下草剑。 无论如何服侍,过去总会随雪飘来。 你无能,保保了自己的生日,旧日的愿。 好吧,看着可维一人, 不接得好传统! 不接得好传统! 我将如是挥剑 无见无尽 直到展下天上的星星 为此誓言 大家好 今天带给大家崩坏 星雄铁道角色静流的复刻攻略 帮助小伙伴们快速入手 不走弯路 第四评呢 给大家带来前章直播功夫的 静流复刻攻略 作为1.4版本的老角色呀 静流的强度表现如何 在线版本到底值不值得抽取呢 配装配对又该组合选择 带着以上的疑问 进入美丽视频吧 有帮助到各位可以给视频点个账 自己已经v10经验 和视频队转发起都比较大 帮忙转发一下吧 如果不知道转发给谁 可以转发给我呀 同时还有经验哪些 静流是一位兵属性毁灭命头的出色角色 相比其他毁灭角色 静流是不管生存属性还是攻击力 均是中高水平了 速度则是常规的毁灭魔榜 9月6点速度 为了更好的摄入静流的各种玩法 接下来从技能开始说起吧 苦工平平无奇 常规的一当未学刃 回能20点 由于静流技能标特殊 先从天步说起 再有两层受望 进入斩破状态 角色上方可以查抗陈述的 而且立即拉条100% 以及提供50点暴击率 同时呢 战绩变为强化战绩 消耗对玩射生命值提高静流攻击力 不超过静流的基础攻击力的180 按照实际技能来计算的 这里直接给出寄送结果 如果是专五的情况下 静流最多可以提供 2269.8的攻击力 也就是另外三名决策 生命值在大于3500 就可以吃满这效果了 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静流没有专五 那么生命值要求还可以再低 被烧血队有剩下生命值 最低为1点 这个不用担心这问题啊 单斩破为0就是传于别家了 而战绩有两种形态 普通战绩和强化战绩 强化战绩属于单体扩散伤害的 不耗战绩点 不过普通战绩是可以抵一层塑望 而强化的是消耗一层 强化战绩也是静流的核心输来源了 终结技 则是更高的倍率单体扩散伤害 光机后可以获取一层塑望 匿技呢 可以冻结范围敌人 并且回复15点能量 以及一层塑望 在开局可以更加轻松打出爆发伤害 还是可以脱手的 非常的香啊 说了这么多 老玩家应该都清楚了 可能也少部分玩家 不要懵吧 总理看下来 静流技能也非常简单了 归纳一下 静流需要依靠战绩别两层塑望 进入斩破状态 斩破状态给提高暴击率50 以及2000多攻击力 也就是说你没有斩破状态 静流几乎是没有伤害的 所以大招一般没有 进入斩破状态是不要释放 进入斩破大招才释放出来 不仅有伤害 而且很叠层数 静流大招能量需要140点 密技给15点 在混沌开局是85点吧 如果你没有满新婚停营 是做不到开局犯大招的 这点和影乐一样啊 相对比较吃满新闻的停营吧 不过对于老玩家应该都满了 行技的额外能力一 斩破状态效果抵抗提高35% 大幅度减少被控的概率了 这点很不错啊 能力2 普通战技可以拉条10% 也就是说 更坏的就是斩破状态了 能力3 斩破状态大刀提高20身伤 这个其实有点保守了 如果是战技也能迟到 那就更好了 不过静流的勤力分叉 居然给到了37.3%的爆伤加成 非常恐怖啊 大幅度降低的C5的必要压力 9点速度以及百死的生命值加成 总理看下来 静流给的数值还是非常高的 由于静流的战技大招 天赋都比较重要 对点即可 普攻可以完全不点的 会见三个九起步 真爱 三个十 关追选择上 首选装武 此身为剑 低爆伤 高数值的一个特效 和隔壁的城里灵滑 物切类似啊 队友 浩雪或者挨打可以别成 连满伤城 可以给到版42的增伤 以及高贵的版42减防城区 由于影乐壮观是需要普攻的 刃的壮观是自身挨打 以及暴击率的 贵静流都不是很好用 五星次选黑塔的星神陨落 再次选其他五星关追 四星翻面只推荐秘密四星 高碟影 其他暂时不太推荐 所以你会发现 静流是一个比较吃壮观 强度的一名角色了 大概没有壮观 会少玩15到20以上 甚至更多的一个伤害了 在仪器翻面选择 由于静流本身不胜 缺爆伤 个人更加推荐适量子 而且性价比上更高 当然冰套也是完全OK的 以及刷好了就不用换了 量子套减防 几乎是很难被稀释的 但是爆伤太多就不好刷了 没好的套装就散搭吧 不过有散搭 一把都是攻击力为主的 对于静流自身烧血 有很多攻击力来说 提升就不是很大了 最好去选择套装 内一圈最佳是防新竞技场 提高杖技伤害 至于触发需要起始暴击 是看战斗内的 除了这个不用当心了 常规的爆伤衣服 鞋子经过始仗 不管有没有带拉条角色 适度鞋收益是最高的 可以平方多动 触发行迹拉条 以及更快的进入斩破状态 当然攻击鞋是OK的 带拉条角色差距就不剩大了 球 冰伤 绳子 攻击力 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啊 由于有不少旅 开货者要求 给一个毕业参考面板 这里我说一下 先声明 这个面板它其实没有固定多少的 只是个人参考罢了 由于静流支撑斩破 有50暴击的加成嘛 所谓静流只需要对于50暴击 期望是最高的 装武 50 220暴三为小毕业 50 204为毕业 50 260以上为大毕业 速度均要超过 134以上 双动 至于攻击力 由于烧雪加的很多了嘛 则是吃药的 静流在配对选择上 以为静流是一个 需要通过多动 来别朔旺诚的数 进入斩破角色 辅助选择上首选布洛尼亚 配速上进流速度比布洛尼亚快就行了 或者直接高速布洛尼亚 160以上 高速布洛尼亚 属于一个万斤有的通解了 或由于布洛尼亚自身有99点速度 160还是越难的呀 没有布洛尼亚可以选择 花火提高增伤拉条 虽然机制上不是很适配 但是由于花火强度是够硬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同样的配速即可 要辅助选择最佳的软眉 提高稳定增伤 四星选的停云或者佩拉 停云可以让静流的斩破更加持久 通过大刀的叠层打出更加频繁的伤害 虽然搭配停云 停云的buff很快也会用完 但是静流的角色不怎么耗点 停云即使补充就OK了 试魂的佩拉有减冰炭的效果 自成减白产点 在命被冰炭点有非常不错的发挥 如果你的生存位是浮玄 那么推荐高新魂的佩拉走负C路线 因为佩拉行技有很多 提供自身增伤的加成 练好佩拉一个负C战技 好几万是不是问题的 生存位优先选择霍霍 提供增伤回能 试选浮玄 可以降低静流的一个暴击率 从而提高暴伤 其次是罗刹 可以提供大量产点 其他生存位有哪个用哪个就可以了 是最好的选择了 对于刚注坑没有多久的萌新玩家来说 晴云佩拉则是静流的最强平民队伍了 凌加一静流实战下来 这期混队有兵看的杰哥 差点两回合被我通过了 软没话的晴云我也试过了 也是差一点点了 也是不得两回合 可能是因为我的挖火才140多点速度 如果快点两回合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很轻松 新魂翻面灵魂的静流就是完全体了 一魂提高对打能力 不够不重要 到魂大招示范后提高战技的高伤害 对打灵气的玩家 混沌还是OK的 不过总体提升不大 四魂提高攻击力 六魂多一层以及提高爆伤 有幸玩过满魂的静流很多次了 相比我零加一静流 大概也伤害高了一倍多吧 总体提升还是很大的 不过从性价比方面灵魂就可以了 不推荐抽取这个新魂 从强度性价比上零加一静流就可以了 由于壮观提升非常大 为萌姓玩家就不太推荐抽零加零的静流 零加零的静流相比其他角色就没什么提升了 我一开始带的克拉拉装光的 伤害大概少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差距还是很大的 如果你问我值不值得抽取 我答案是值 由于目前的冰C能算强的 除了静流也就六命的米莎了吧 米莎再由四星装光高点影 强度还是非常在线的 但是考虑到很多玩家 米莎星魂以及装光都是比较低的 静流强度也在五星的前列了 所以静流对于需要攻坚 混沌回忆的玩家非常重要啊 所以说各位 记得关注再走哦